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来节目时间 再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的情况 港股越跌越少 不知道稍后有没有机会可以转升 最新是要跌11点 报17548点 成价超过608亿 看看北水最新的情况 现在北水流入埋近3亿 A股方面都收了市 看看A股的收市情况 A股几项主要指数今天都要收压 当中上证要跌9点 报3031点 护心300指数跌26点 报3511点 至于创业版指数要跌11点 报1926点 看完A股的收市情况 刚才那次和Michael谈了一些手机设备股 就拿了一只讯语做提示 我知道 讲开镜头类的一些手机设备公司 你还有另一只都说OK的 是吗 是 如果是另一只 其实可以有两只去看看 另外一只如果是说 都是镜头的 应该是高位限制 在这方面 他也是受惠 不过他集中和iPhone 做摄像头模组 以及苹果的大伙 属性的Vision Pro 或者一些头戴装置的项目 其实这都是说 未来市场都觉得是趋势 接力一些推动的项目 他比较上的集中度高 他就不够 未必够信誉的技术 的核能那么大 但变成大家如果觉得 苹果手机的项目的产品 或者未来他那个推动的订单 都是有机会上升 高位来说 其实都有机会是会受惠 所以这个我想 如果你说次选其中一只 我都觉得不妨都是考虑 还有股价也算是比较上的走路 其中一只比较英俊 一路都算是 其实由10月到现在 第4月都保持在一个上升位 那里 其实都难得的 亦都是反映买盘的动力 或者对他未来 专注做这几方面的业务 那个的看法 都是比较正面 所以你见到股价 都很有稳率 一直保持在几条平均线楼上推动 是的 今天股价都站在几条移动平均天线之上 那价位方面 不如都给大家看着什么 好 价位我觉得 比起信誉来说 因为其中的股价 已经一路一路推动向上 那我就比较少住一些 我觉得可以有机会 下回去 有机会可能 下回去19.5 才上车 那住马控制的风险 因为它的股价还在uptream 所以调整幅度未必太深 但我觉得可以分住19.5 来说第一柱上车 先 19.5 都是大概十天线附近的这些位 最新高的电子 第二柱上车 升了2% 20.05 刚才也出了一版 说你深水股推介 还有一只比亚迪电子 看到比亚迪电子方面 今天的情况 都没有什么方向感 暂时都是36.75元的水平 这一只你又怎么看 这只比较上车 拉远一点 这期他反而没有跟 比如刚才我也说 信誉 或者是镜头 做摄像头部组 那些 比亚迪电子 反而他大家都熟悉 他有几番项目 但如果你针对 我觉得 反而那个推动来说 是做智慧座仓 反而新能源汽车项目 带动回 和他本身也有做 手机方面两边的业务 也有一个需求 带动继续向上 我认为未来两个项目互通 对自动驾驶 或者相对提升的产品方面 需求也有增业无减 所以我觉得 他反而未必是手机那边 手机他们有做 但他已经是跨界做到一些 智能座仓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产品 我觉得未来周期的推动 都会继续增加 所以股价来说 他现在不是爆得很厉害 但都叫做能够企稳 如果反过来 我觉得可以在差不多 下去34元这些位置来说 都可以考虑 起码有一个区间上落 34至40元之间来说 可以把握区间上落的波幅 中时来说 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还有出的盈利方面 其实有的表现都不太差 不过其实我自己反而想问水星 看到水星今天股价 都见了借近半年以来的高位 刚才一数 都是跑赢其他的手机设备股 近日方面都有大行唱好 看到Train 最近都做得不错 水星科技 其实股价走势都不错 你为什么有没有提到他 因为我始终觉得他主打 都是做升学为主 其实要提升他的毛利 或者要再增加高一点的市占率 或者推动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但股价来说 之前真的旁落得很厉害 所以反过来 如果你看他们近期 尤其是10月开始起步 或者差不多11月 他又有些少少后发的升幅出现 好像射到懸崖上升 但反而反而更加担心 他上得这么急 但未来如果你看回 现在高月1-40率 都去到35倍 但订单 或者他做升学产品的需求 我想始终的部分 是否真的和镜头方面可以并价 可以看齊 这个我是有少少的保留 所以充的充上 如果有駕駛朋友 那当然 值得恭喜 亦都上了车 我想可以设置止站位 例如之前有低位17-15元 这位楼下握住 现在充上来 可以设置接近18-18.5元 这些位置才会离场 如果没有跌穿都可以握住 但未有货朋友来说 就变成我自己就不太建议了 我看到 今天最多都升了6%过来 大概半年以来的一个高位 最新升幅半成以外部 20元6毫子 其他手机设备股 都是要大致向上 部份来说都能保持升 包括信誉 优泰等等 其他的小米 暂时都立为靠运升1毫子 保15.12 这次也感谢Michael和大家的分析 有些一会儿 一字交易现场的时间 港股今天是先升后跌的格局 半天来说 暂时最多都跌了超过200点 落过17,300点的水平 来到下午 继续着几十点的跌幅 在17,500点的水平到盘回住 来到现在就跌24点 到17,534点 四大分雷子水里面 只有工商指数靠稳 升16点 总成交超过624亿多 和大家看看恒生科技指数 来到下午的表现 看到恒生科技指数方面 下午都转性泛和 升12点到4,037点 内地股市有收获市 看看收市的表现 三大指数早早都要跌 来到下午继续着跌势 来到收市来说 上证指数跌9点 3,031点 只要护心300指数跌26点 到3,511点 深圳创业板指数偏远跌11点 报1926点 今天整体做得好的内地A股板块 包括汽车产业链和半导体股份 至于做得差 留意传媒板块和房地产等等 先和大家看看一些移动股 包括逆生活和创围汽车品牌战略合作 股价一度可以升到超过40% 建立52周高位 留意了今个星期都会公布业绩 几个股价来说 逆生活升近25% 至于马可数字科技 林家美市来到现在都升到4% 中午收市来说 突然之间抽升最多8% 上过去2元楼上 至于国美最多可以升到超过3.7% 穿了一条100天线 亦都见了一个月的高位 来到现在3点多 仍升至3.1% 至于弱斯邦方面 来到现在升到20% 过外部20.05元 升穿了一条20天线 留意了版面上 最后的股份 开托药业 来到现在跌3.2% 他们旗下一款治疗 男性脱发药 未达到显著的差异 股价今早低开1.5% 跌幅一度扩大到40% 建立52周低位 和大家看看本地地产股 整体来说都要向下 当中留意版面上中间的 新世界发展 到现在仍在跌6% 今天一度跌8% 失识了一条50天线 亦都见了52周低位 现在来说报12.36 其余的股份都要偏远 跌幅不够1% 包括恒基地产、新鸿基地产 和长实集团、领展也有上榜 看看里业股的表现 里业股方面 内地的碳酸李期货 创了上市以来的低位 看到主力合约 今早曾经跌4% 现在来说里业股禁风里业 跌1.26% 至于天齐里业跌1% 我们看看其他板块 包括汽车股 帮中看到比亚迪旗下 当款车型 居报今个月会有些促销活动 股价来说 见了三个月低位 来到现在三点多 比亚迪仍是受压 股份来说 股价跌2%报222元 至于吉里旗下极黑 第三季营业亏损收窄到15亿人民币 吉里现在股价偏远 跌3仙报9.14元 至于其余的股份 普遍都要跌1%左右 如果跌幅比较多 都可以留意华晨中国 跌超过2% 版面上唯一可以两只有得升的股份 包括东风集团和零跑汽车 至于看手机设备股 普遍都可以升 当中瑞星科技见了一个月高位 至于顺域光学升穿了一条20天线 见到现在瑞星科技 在升半程国外部20元6毫 至于高位电子升超过2% 顺域光学丘太科技 齐齐都有2%的进象 至于比亚迪电子 今天整体都是偏远 股价来说来到现在跌5仙 交易现场来到这里 多谢收看 欢迎收看楼市速递 过去春末期间 本港二手柳成胶仍然以减甲盘为主 新盘胶头相对黄 两天的成胶急增一倍 去到大概42宗 虽然港府早前宣布放宽部分楼市辣椒 但似乎无助楼价和交投反弹 过去周末期间 主要代理所陆南产屋院成胶 普遍回落去到大约5宗 里加角所陆成胶大跌5成6 日出康城首都6匹架成胶 519尺两房中低层户 去年年中叫价840万元放盘 雷减5口价合共超过200万 终于以大约633万元逆手 属屋院今年两房户伸低 重返6年前的价位 东宗南天海岸成胶尺价跌穿1万元大关 874尺高层三房全海景户 前年9月开架1280万元放盘 随着市房回落业主雷减428万 去到852万元成胶 要移民的业主就更加心急 屯门于海湾299尺低层纳米湖 原业主移民卖楼 两个月之前叫价555万元放盘 本身已经低于买入价大约617万 最终以价去到425万元沽出 是屋院手中二手成胶 单位大约两年账面贬值超过三成 原业主市超过190万元 居屋造价都站不稳 市区新居屋现银主货 2019年开售的长沙环海乐园 390尺中高层部 未保价第二市场以460万元放盘 较去年4月屋院首个银主盘 面积相同但较低层的单位叫价低近1成6 新盘方面 在市场有小能新供应带动之下 周六日成交反弹一倍去到大约42宗 其中加里和顺智等合作的 王竹坑站港岛南岸第二期阳海 发展商早前调整折扣率 并增加回赠 变相减价卖楼 新价单上星期六生效第一日 立刻录得16宗成交 发展商套已超过2亿9千万 超合浦宅就有价有市 同属加里的石劫尾农区度台外 以2亿4千5百万元招标售出 4千557尺 四房四套房加商工人房分层单位 实用面积尺价高达5万3千763元 成交价创九龙区分层户今年新高 另一方面市场焦点落在新地和港铁的全新盘 天水围天荣站第一期Yoho West 全4日累收近1万张票 较已开价443伙 超额认够大约21倍 代理华楼市辣椒减辣力度不足 减辣后首周二手楼价指数跌幅更加扩大 在新盘频频低开之下 只有二手榫盘才有望获承接 楼价预计继续沉底 无线电视记者绿子旗报道 这个节奖品方面 都有陈先生和大家讲一下楼市话题 你好陈先生 你好 大家好 陈先生你好 先经济新盘 新地天水围天荣站 发展项目第一期的Yoho West 收票情况是怎样呢 销售方面又理不理想 发展商开过超低价 对比三年前同期的Wedland 都有三成半 真是很夸张 平均价都是一万零多 发展商很有诚意买的 因为很多均价开售 没有忽高忽低 变了都抢过居屋客 不用买居屋 那现在的反应 刚衰盘是一定支持力的 那有没有说哪些单位 是相对受买家的欢迎 那他们普遍的预算又是多少 刚衰盘多数是两房一房的 但是也是今次很多换楼客 因为他的三房 他都是说五百多六百万 如果出市区 以往昂贵的来说 要去到千一二万 那现在一半价钱 就是在天水围 但是都很多人换楼 所以他一房两房三房都受欢迎 那我看起来其他一手发展商 那锡售情况又是怎样呢 那部署又是怎样呢 其他放尾盘呢 他继续增加优惠 好像黄竹坑那样 比先前的优惠再多十五六百分比 就是给他开售价 就是最早期开售价 有三成半的折扣 那变了都有一股充力的 卖了十几间 那大部分放尾盘继续减价 才卖得到 看着未来十二月有圣诞 其他新盘在圣诞的销售策略是怎样呢 我估计全新盘一定要很大幅的 砍价才行 但是来说有些业主都不想 那集中我想圣诞节是卖货尾 因为货尾现在越搭越多 在辣椒前说两万多 现在又是两万多都没有变过 那消耗来说是好一点 去到今天都是四百多伙 那就算今个月埋数最多是六百伙 那对上个月的三百三十伙多些 但是六百伙都是消耗不及 货未都一路搭上去 明白 那在大型新盘 超平价推售之下 中原地产十大屋院 刚刚个周末就录得五宗的二手买成交 中数继续都是在低位培回 成交中数都继续还行 二手情况是怎样呢 在减纳这一个月呢 都是维持五六七那样 那现在五中是最差的了 又试过四中的 但是都在差里面 这样徘徊的了 没有什么突破 主要是便宜才卖到 要很便宜的业主肯割外才行 那他们是不是以价方面都进取了呢 是这样的 现在的买家在那儿寻补 那最紧要便宜 要减很多 比平均两成要减多一成 就是说要减多三成才卖得掉 就是在找些笋盘 这一节都不感谢陈先生分享了这么多 在疫情后通关之后 经历了好几个月 其实看到尖沙咀的铺位的空置率 是有些微下调了 当然幅度不算很大 可能都是1%的下降 都证明了多了租客租回铺的 虽然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都是循序漸进了 通关之后 都开始有游客 或者本土消费力都变强了 变成了尖沙咀不同的街道 那些铺的数量 就陆续陆续减少了 带利表示 整体区内的铺位使用率 已经大幅改善 不少都吸引新租客进驻 部分的街道 已经开始出现零空置 近期我们看到 有个别的街道 其实那个进展的速度 就会比较理想一些 比如靠近广东道一带 好像海防道这些 它租铺的速度比较快些 因为大部分游客 因为它去名店街 购物都会经过海防道 北京道这些 海防道差不多可以说 突然间在这三个月内 那些铺的数量 可能说是由十个铺 现在是剩下两三个 速度都算理想的 去尖沙咀中部那方面 就可能会慢一点 因为始终尖沙咀中部 它的铠铺数量比较多 尤其是如果你看回 以往是高峰期铠铺最多的 好像是嘉年威老道 或者加拿分道一带 铠铺数量比较多 那就慢慢消化了 虽然整体铺市有复苏迹象 不过代理提醒 一些二线街道由于人流不足 加上商户组合不理想 仍然有一定程度的空置问题 就算好像去到加拿分道 坎庫里士道这些 以往可能空置率有20%多 现在都回落了 可能大约只有10%多 20%左右 而整个尖沙咀区的空置率 由之前最高峰的空置 可能去到14%至5% 现在大约去到11%至12% 比起疫情之前 都已经好多了 这次我们集中参观尖沙咀中部 属区内的核心部分 以尼敦道作为分水岭 有别于西部以大型商场为主 这里主要都是零售街铺 整个尖沙咀区 一般我们分尖东 尖中和尖西 三个大一点的范围 很明显 广东道穿过海防道 北京道这些 就去到尼敦道这一边 打后落到海皮那边 我们叫尖西 尖沙咀中部 范围会比较大些 就由尼敦道穿过中间几条街道 譬如像坎庫里士道 金马伦道 加拿分道 摩地道这些 整个尖沙咀中部 中部的特色是新旧楼 也有并存在整个区域 如果游客去看 又看到新的甲级写字楼 或者新的大厦 但也有很多六层高 一些旧楼 看上去都挺便称 如果过了七咸道的对面 就是去到尖东的方向 尖东的主力 都是一些写字楼区 和酒店区 如果说人流 就没有尖沙咀中部 那么集中 当中家年威老道 属于尖沙咀中部 较淡静的街道 代理解释 因为早年有投资者 收购街上大量的商铺之后 不出租 导致三分之一的铺位 长期处于空置状态 削弱街道吸引力 它的空置率 最高差不多到百分之三十 当然在疫情结束 通关之后 慢慢多一些店铺 但当然整条家年威老道 因为消费能力不算太强 近期开的那些 很多都是一些食肆 时装 或者是一些卖药装 那些会比较多些 如果想看足本的投资专赛 留意今晚 《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 日日有乐看 一节的财经消息 内地股市下跌 但个别指数美市跌幅收窄 深正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 曾经跌超过百分之一 收市跌百分之零点五 及百分之零点六 沪深三百指数跌百分之零点七 相证综合指数跌百分之零点三 汽车产热链股份持续活跃 短剧概念股大跌 沪深两市升跌股份比例相约 成交八千二百八十八亿人民币 亚大区主要股市全面向下 在美国公布通胀数据之前 投资者取态审慎 引出获利盘 日经指数跌百分之零点五 南韩股市变动不大 未跌不足百分之零点一 电子股下跌拖累台股跌近百分之零点九 澳洲股市在矿业股回吐之下跌近百分之零点八 据报TikTok母公司自制跳动 将会缩减游戏业务规模 并裁员几百人 彭博报道自制跳动的游戏部门 会裁减几百人 并关闭主要游戏品牌招值光年 正开发的项目会停止 并评估可能出售现有游戏 内地澎湃新闻报道 获自制跳动相关负责人回复 招值光年会进行大规模业务收缩 并且以上线 并且表现良好的游戏 会保证营运并寻求分拆 恒生指数跌29点 报17532点 四大分类指数 工商指数有得向上升12点 还成交超过661亿 财经消息看到这里 多谢支持 欢迎收睇环金动向 这节我们要讲一下外围市况 美国上星期五就是Black Friday 我们可以简单去看一下销售数据 究竟是对不对版呢 又或者是符不符合市场预期 跟大家看一下数据 首先可以参考一下分析机架Adobe 公布了说黑色星期五的网购开支 去到破纪录的98亿美元 都说到按年来计 增速都是有所加快的 实际点去看一下 用信用卡付钱 MasterCard公布数据 就说撇除汽车销售的零售销售 其实按年来计的增速不算多 都只是升百分之2.5 至于云端软件公司Salesforce 预计 他就说在Black Friday之后 就到星期一 即是今天 就说这个的线上销售 预计的增速都是百分之一左右 就说是五年来最慢的增速 这些数字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呢 尤其是对于之后的零售前景 有什么启示 我们要请教一下嘉宾 有Yman在这里 Hello Yman Hello Crystal 是的 和我们判断一下这些数字 因为有很多的 就是一些新闻标题 经常说去到破纪录的 但有些就说增速不收货 都反映着说 今年的消费似乎有些疲弱 你看法是怎样的 其实如果你说 看回万事达卡所公布的数字 讲着整体的销售 其实按年只有2.5%的增长 当然我觉得就一定是不理想的 因为如果你将它年率化计 其实都是变成相对比较低的 一个增长的数字 还有我想 当然你可以解释 现在在美国的生活习惯上 黑色星期五 基本上已经不是一个 那么重要的一个销售节日 因为很多零售商 在假期之前 基本上就已经减了价 所以现在的销售 都不是侦重在一两天的 基本上可能探分了一两个礼拜 甚至整个月的一个时间 近似我们双十一节一样 你看到所有的国内的零售商 其实都不是双十一才开始减价 提早可能两个礼拜 一个月已经开始减价 但是即使这些因素都好 2.5%的增长 我想就不说得上是强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强调之前所说 美国的零售销售方面 其实都要比较小心 尤其是下一年 当经济再进一步转弱的时候 我始终有点担忧 零售销售方面 其实转弱的情况会比较明显 亦都会令到市场的忧虑情绪 是会比较大幅地增加 而且如果我们真是说去到看一些 未来可能是下年的零售前景去计 其实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是 有少少迹象转差到呢 始终如果我在一些的信用卡 那些的坏仗率 又或者是拖欠这些信用卡 找卡数的钱 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是见到上升了 确实是 当然如果你说纯粹看回零售销售的数字 如果说回美国政府统计的那个 其实暂时来说 这几个月就卡拉卡拉 有些月份就0.1、0.2 但有些月份就有0.8的增长 所以又不是说真的差得那么紧要 但如果你说看回潜瞻性的指标 来看回美国家庭的财务状况 那确实好像之前所说 那个担忧的需要绝对是有的 因为第一幅图你看得到 这个说着信用卡的拖欠还款的比率 其实已经去到接近3%了 这个很明显 和疫情的时候的低位 其实有个大幅上升的情况 而更加重要的比较就是 疫情之前的高位 说的是不够3% 所以现在去到接近3%的话 其实已经是高过疫情之前的高位 所以这个都或多或少 发映了美国家庭方面的财务状况 其实有一定程度的转差 而这个转差不是说 由很好去到没那么好 是说可能这几年里面 相对没那么好的一个情况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看着这些可能是 家庭的财务数据去看 转差 那你看说会拖累来的零售 是去到差到什么地步 其实我想又不是说去到真是倒退 但我想又 就是说现在可能是3-4%左右的增长率 可能会跌到2% 或者轻微低过2%这些水平 始终如果你看到家庭的财务状况是转差的时候 那自然它的消费能力 消费意欲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那其次一样东西 亦都可以拉出来说的 就是那个美国的工资就增长了 那其实现在呢 都还有按年计这个4%的 那但是你见到的趋势方面 其实是不断这样跌的 那原因就是疫情的时候 那个劳工市场很紧绝 所以令到工资的增加 是特别明显和夸张的 那现在开始了 劳工市场方面是越来越取得平衡 甚至可能下年说的 税率会有个明显上升的时候 那这个都令到工资的增长开始减慢 那这个都会影响到 美国家庭的消费能力 那而事实上你看这幅图 见到美国零售的指数 见到这个是以销售金额的指数计的 那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是特别夸张的 那上升的幅度 是超过过去 可能10年一个上升的轨道的 那当然背后的原因 就是跟美国家庭 可能是在疫情的时候 没有地方花钱 所以零售买多些东西 那其次也都跟刚才说 人工在疫情之后 有一段时间是增长得特别高 有关 那当然另外一个因素 可能大家已经遗忘了 就是疫情的时候 其实美国政府派了几次钱 所以变成美国家庭是多了钱 所以这些因素 在下一年不再存在 或者相对可能会减弱的时候 这个都会令到整个零售销售方面 未必说真的会大跌 但是可能会去到一个 过去长期的上升的趋势度 那变相都有机会 令到增长是会减少的 这个增速可能真的回到前几年 没有过去两年的增速去到这么快 那如果在投资的一些启示上 会不会都是预示着 其实之前 因为上个星期部分 有些零售股跌得几急下 那如果是这样计 配合上刚刚所说的整个消费大环境 又或者是未来的前景的时候 这下跌其实是否都不无道理呢 如果是这样 今年因为市场去到年尾 都是消费旺季来的 还可不可以搏反弹呢 其实我认为今年年底 我暂时不选择零售股反弹 始终我觉得零售股方面 面对负面的环境 可能都会持续多 可能一两季的 股价要再低层了少少 才可以 即是叫做 这个直播率是真的吸引 那我想 你讲 最近有个比较大跌的 都是说Wallmark 那当然 跟它今年上升比较多有关 因为Wallmark 都是零售股里面 今年比较少 是有得上升的 而它未跌之前 其实它的升幅是接近两成的 所以 看到当业绩开始 市场有些忧虑的时候 都令到它有个 比较大的调整 但调整了之后 其实Wallmark 今年还是在升10% 所以在股价上 它又不是特别很便宜 或者很特别吸引 当然有其他零售商 今年就下跌了 不来Target 见得到Maisy 或者Best Buy 都是下跌的 但我觉得 又未足以去到一个 很划算的程度 始终基本面 都仍在转叉的时候 需要它们调整多些 才开始买会比较好些 而事实上 我想基本面方面 可能要再等多一两季 如果你说要买的 我会建议 可能是下年第二季 才开始留意 它们会比较好一些 那问多一句 口头问多一句 如果是奢侈品那些 那又可以吗 还是会不会是不同看法呢 其实我想奢侈品 又很不同 因为始终奢侈品 就不是一般的家庭去购买 始终都是一些 相对比较高失业的人士去买 当然它们都会对经济是敏感的 经济不好的时候 它们都会零售都会受到影响的 但是因为始终全球来说 其实叫做中产的阶级 其实是不断地增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因素 可以抵消到 全球经济不好 这个负面的影响的 而其中一间 我想奢侈品公司 LVMH 过去来说 不太建议 因为太贵 但是由高位 说到800元回落到现在 大约是700元附近 我觉得只要跌多一点 跌到650元 以欧元算 值得都是去买的 OK 现在简单来说 一致可能是等它再回多深一点 反映了这些不利因素 之后再去留意 谢谢Wyman 我们这期时间先在这里 来到即使密博的时间了 林近美市建的港股 仍是一度维持着几十点的跌势 在17500点的水平备回 成交额来说 都不够700亿 先和大家看看 建造52周低位的股份有些什么 根据经济通 超过50只股份 建造52周低 当中包括一些内税股 几个版面上 里宁、华洋啤酒和特部国际 都要跌2%至3% 留意本地地产股普遍下跌 当中新世界发展 早前给美银证券下调评级和目标价 股价已连续跌3个交易日 今天股价曾跌8% 失手的50天线 来到林近美市还继续跌6%至12.36 还有今日的里业股 香港上市的两只股份齐齐都要向下 当中包括禁锋里业 建造52周低位 来到现在跌1% 几多内地的碳酸里期货价格都要下跌 创造成立期货以来的低位 和大家看看做得好的科子成分股 科子成分股里面 可以留意中心排头位升3% 至于顺宇光鹤来到现在升2% 升穿了20天线 即使密博看到这里 来到美市看看现在恒指最新表现 来到美市就开始走势好一点 跌幅收窄一点 但始终还是偏远一点 跌33点17525点 四项分类指数普遍都要跌 得工商指数有得轻微靠稳 总成交699亿多 看看活跃港股来到美市最新状况 建设腾讯继续还是靠稳 升1.4没什么大变化 盈富基金跟着大市都是偏远 阿里巴巴跌幅收窄一点 跌1% 阿里巴巴现在偏远 比亚迪跌幅收窄到2% 至于美团就明天出业职之前 股价要向下跌3毫 看6至10位 南方恒生科技跟着科指有得转升 有邦继续还是保持1%过外跌幅 恒生中国企业跟着国子走 都是偏远格局 小米现在最新升到1毫子 国美零售都上榜 急升两成半过外 看其他蓝筹股 汇控都要看 最新继续靠稳 4毫子进仗59.9水平 中移动都偏远 港交所煤气组断要向下 现在蒸发跌幅 最新可以靠稳 收回在延价位置 之后我们都快看人民币桂台 汇约港股和大家报一报 见到现在头五位里面 三升两跌 阿里巴巴中人香港股价要偏远 另外中海有 腾讯小米就有得求稳 6-10位又怎样呢 立刻和大家看 整版本来计普遍要跌 比亚迪跌幅超过2% 玩嘉宾一起谈 有Stanley在这里 Hello Stanley Crystal 大家好 港股来到美市跌幅收窄一点 现在算不算走势上又好一点 还是这样换局 一路横行爭 暂时都可以说是维持着拉脚的情况 虽然你看到港股今天波幅 其实好像大一些 但是最主要走势的去向 都是挺似乎A姑姑的表现 而且本身明天的时间 就是美团出这个业绩 我都相信你说 刚才的气氛 现在这一刻 都会相对比较審慎一点 唯独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你看到市场 每逢好像这一转的时间 一跌穿17,500之后 有些资金好像有些部署 买上去 但是只不过可能没有太多的 利益出发制裁的情况下 大市要破 就是向上突破 真的好像有些难度 所以我相信短期的时间 大市你预计都是在大概50天線 这位置左右都是上路先 暂时都没有太明瞰的方向 你看明天美团的业绩 或者看下之后的时间 看看A姑姑姑娘有没有 可能比较好的表现之下 可能大市有些韩诚支持 才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大家都可以留意成交量的变化 因为其实你看到今天成交量 好像都缩回了 都反映了 似乎大家真的 那个官网的气氛 都还是比较浓厚一点 如果假设在下一段时间 如果成交量增加 兼且市真的有些突破的时候 可能才能确认到 市真的有机会 回到一个比较明瞭的方向 现在唯有官网为主 先看一下业绩 经济数据 A股那些 看成交 最新的毛衡指 现在跌幅收集 去到20多点左右 我们帮一下家庭观众 听一下侯小姐的电话 侯小姐你好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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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 是我想问1929 周大福 100元8号买的 OK 10个8号买的 看看送货多少 好 你是否这两天才追的 还是之前的 好啊 好啊 麻烦你 不知道他是这两天追还是怎样的 总之现在起码有钱赚 但是你看看这一站可以赚到多少 赚到多少 我就比较审慎一些 因为公司刚刚出了业绩 你看到很多行 其实对于他这份业绩都不是太过收货的 大家都可能觉得他那个核心的利润 可能叫做信与其 我自己都有另一些看法 因为如果你看到这次的业绩的话 你会见到 那些方面 同店销售都仍有一个叫做倒退的情况 虽然和之前比的话 就叫做改善了不少 但是仍有一个叫做倒退的情况出现 我想都意味着就是 就是那个行业的状况 都重要的时间 可能才有机会再一些改善 那样 那兼且看回他那一份的 那些财务上的情况 那个的财务的因素 都是 我觉得你见到都很明显 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叫做上升 所以变成在这些情况之下 我都很关注 公司未来发展的那个状况 虽然我估计今天就有一个 比较上的反弹 但是这个的声势 能不能延续下去 我自己比较上了一些的保留 所以既然阿嘉宁的观众 现在这一刻你是有钱赚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建议 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些位置可能是先减一些磅 就是一个指示位 在你的买入价附近那些水平的位置 如果假設一旦 你跌下来的时间 到你的买入价附近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就先走走 始终就是一个前景 又或者基本面上 都还是有一些忧虑 就拿着这个买入价 作为一个指示位 一直这样向上望 看看逢高就 減減榜 又或者是走一走 股价曾经去到一个月低位 之后才倒升2% 11元以上 最新 我们帮一下Apps观众李小姐 他看来都是一个风险型投资者 他问一只碧桂圆 他7.4元买了 就问还升不升到 还是要吃虎才好 既然就7.4元买了 现在大概有两毫子的利润 我还是建议你考虑一下 走这些货 可能走一半左右 因为其实股份 大家都知道的了 波幅就很大的 最近有些相对比较好的消息 令到它的股价弹得上来 但是这类的好消息 究竟能不能够绝绝下去呢 我自己也有少要保留的 始终看基本面 内房办法都仍是 我觉得还不是一个真正转世的时机 所以如果你可以的话 不如考虑一下这些位置 減一減房 现在其实讲一句 计算数的话 你利用都不少 预期有些担心的话 不如这些位置 可能先吃一串货 那会比较好些 今天那些内房股普遍都要回 上个星期炒完之后 今天偷偷气 碧桂羊都要跌超过2% 我们帮大山 他就想问长城汽车2333 那他就13元有货的 可能都买了一段时间的了 就问有没有机会回到家乡 汽车股里面来计长气的业势表现 其实算得很明显的 过去这两个月的时间 哪里都OK的 既然那些汽车板块 如果有机会有些炒作的时间 我相信长气股表现又不会太差的 既然你现在这一刻有货 都受了一段时间 那这些位置考虑一下 先拿着去先 拿着去先 不过就看回 如果是拉长一点去看 十二个几个阻力都挺大的 在二月的时候 还有这几个月 曾经两次去到十二个三十二个岭的时候 就开始转回来 现在都贴近那些位置 看看破不破到之前的阻力位 再看回上到家乡再看一次 然后长城汽车 其实都连起其他车股下跌 最新都是跌超过百分之二 恒指收市竞价时段表现跌三十一点 一万七千五百二十八点 成交七百一十八亿多 谢谢Stanley 我们这次时间说到这里 稍后又收视大捡月